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声可是非常大的。 在上海滩谁都要给杜先生一个面子。 他人缘也特别广。 一特别会做人著称。 即使是他最巅峰的时候也没有用自己的权利去欺负别人。 所以即使他落寞了也有许多人帮他。 他晚年过得并不是特别好。 他移居香港后。 由于不是帮派大哥了。 也就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。 以便卖自己的地产为生。 房子卖完后确实得到了一大笔钱。 但他体面生活过习惯了。 这些钱只够他用一两年。 所以他没钱的就得需要去借钱。 他曾经是帮派大佬。 所以不会低声下气去求人。 一般都是用暗示的方式。 只要他暗示大多数人都借他。 但时间久了自己反而不好意思开口了。 因为借给他钱的人并不是特别富有。 他自己也过意不去。 有两次借钱对他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的。 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。 需要买年货。 当时他的钱快花完了。 就需要找人借点钱。 这时一个人主动来找他。 叫钱新知。 他和杜月生并不熟。 可以说之前也没有任何交集。 他只是听过杜月生的名声。 他找到了杜月生。 直接给他了三十万。 说不用东西抵押。 只杜天盛的信誉就不止三十万。 这对当时的杜月生来说无疑是雪中纵叹。 让杜月生非常感动。 第二次。 有一次杜月生急需用钱。 就找到了刘康琛。 在上海滩的时候杜月生帮过他两次大忙。 二人也没有见过面。 一直是书信联系。 杜月生找到他后说了借钱的事。 他当时是四川有名的实业家了。 非常有钱。 他听了杜月生的来意后。 没问这些钱要干什么。 给杜月生说一百五十万以下先生自己填支票就可以了。 一百五十万以上先生给我说一声。 杜月生后来回忆。 这是他一生见钱最痛快的一次。 这跟杜月生当年在上海滩的为人处事风格有关。